最近一直有一种声音啊 就是关于中美之间协议问题 是吧 许多人说中国 现在的经济 未来的就2019年的经济状态 是不是和这个 中美之间有没有一个协议有关系 其实呢 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为什么讲不是很大呢 中美之间有没有协议 都已经无法挽回中国经济 现在的这种颓势 有协议呢 它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 相对也能够稳定一些 没有协议呢 那么它就在断崖的基础上 再进行一次断崖式的下跌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已经很坏了 就是会不会更坏 就这么个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 其实我们即便能看到协议 也是一个虚假的协议 几乎就是那种 随时可以被撕毁的 对吧 那么 也有人说 说美国啥都行 就是看不清这个共产主义 所以老师出台一些政策 老师上当受骗 其实这个还真不能算得 算得上是商量受骗 是吧 很多人从这个根子上倒 为什么中共能够获得 中国的执政地位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 对吧 你不能偏面的去怪某一个国家 所有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结果 是当年 一代中国人的选择 对吧 这个是你无可抹灭的 你随便你怎么说 你不可能说中国 共产党 利用这个 内战之后 短短的三年时间 他就能掌握国家政权 是完全是苏联人帮忙 或者说是美国人帮了盗忙 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1945年 4月12号 罗斯福逝世 当年的这个杜鲁门 只担任了82天的副总统 就匆匆忙忙的继位 按他本人 回忆录里说到的话 他说他赶到地球天空 星星月亮 通通砸到了他身上 说白了 馅饼太大 是吧 头上砸得满头包 他有点晕 那么他也不是一个 强势的总统 虽然在他总统任内 做了很多决定 但是事后我们看到 他不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总统 即便有一些决定 非常的决绝 但是他前期的 延误疑虑 其实都很重 你比如说他不太赞成 冷战的开始 他本人是 面对的是一个难探 因为他没有想到过 他立刻接受总统 这么一个职位 那么他面对的正好是 国内的 就是物资的紧缺 是吧 因为战争的原因 导致的这个配给 以及运输的混乱 那么国内还有一些罢工 他还涉及到这个 是不是继续援助 蒋介石政府的 这么一个决定 最后他决定 不再继续援助 蒋介石政府 他觉得他已经 无可挽回了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 袖手旁观的 这么一个态度 他甚至试图与中国 变化之后的 这个中共政权 达成一个 正常的国际交往 他曾经宣布过一些政策 其实是准备和中国建交的 他释放出了很多善意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命运 应该由中国人来做主 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 一贯的想法 没有一个 刚刚脱离战争的 这么一个国家 他非得要去 在全球范围内 遏制住共产主义 其实他做不到 美国当年面对的情况是 他们和苏联划分了 国际边界 其实他们两家 平分了 当年的一些 怎么说呢 当年的一些 战国吧 算是 你无论是德国 还是英国的 这个海外领土 是吧 其实这个势力范围 在波斯坦公告 以及波斯坦的会谈中 就已经被确立了 它不是事后的一个东西 早就预先确立 二战的这个盟国 它是由两大阵营组合的 是吧 一个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自由世界 一个是专制独裁的 这个苏联 但是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苏联 以它庞大的这个人口激素 主要主要是军队 你说人口的话 它没有中国多 但是 中国没有兵 对不对 你一共就几百万军队 那么你从参战也好 牺牲也好 你死亡的军人 其实你比不上苏联 苏联在开战初期 就被俘了五百五十万军人 他马上又拉起了一支 一千万人的军队 甚至他的旅兵 都是几十万 几十万的这个数字来参战 中国呢 中国的旅兵 可能加在一起就几万 是吧 文工团不算 那个赔税的 那你不能算他是士兵 那么 当年美国的选择 是基于美国自身的考量 是不是 其实我们看到了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过程中间 杜鲁文甚至因为 麦喀瑟的不服从 解除了麦喀瑟的军职 虽然朝鲜战争陷入了一潭难力 最后由 埃森豪威尔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没有把战争扩大化 当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 1949年 苏联也释报了他们的核武器 所以当年的这个两大阵营 其实是势均力敌的 苏联就算差一点 差的不是很多 没有这种可能 由美国来挽救中国的民主 这可能性是没有的 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 那么 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美国利用所有的国际法则 甚至他的国内法 在慢慢的系上一个角锁 中国的经济呢 从现在已知的情况上来看 他跟中美之间 能不能签订协议 已经没有关系了 中国政府本身自己 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左转 是全面的一个左转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阵营里面 经常出现这种故事 就是开创事业的这么一代 他是有自己的战斗豪情的 对吧 他希望能改天换地 能够让人民更幸福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制度 更加完美 他们甚至还认为 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 一个必然阶段 对吧 他要超越这个资本主义 他要把资本主义埋葬掉 很遗憾 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苏联 还是现在的中共 他的问题都在这 就是当年的一代人 经历过战火 有自己信念的这么一代人 其实都已经衰亡 对吧 建国时期的这些政治家 即便他有坚定的 这个信念 随着他们的死亡 新产生的一批官员 其实都是官僚 他们只知道 只知道羡慕 那么当年领导人的权利 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干 其实他不是不想干 他也是希望能把国家建立的更强大 对不对 他已经当上土霸王了 他又不可能当上地球村村长 对不对 那么他最起码的 他应该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建设的更为美好 至少他出去以后 不要老是到处都是访民 到处都是抗议 是吧 动不动来一抱大腿的 就他到任何一个国家访问 都要提前做好安保工作 他不是防止别人刺杀他 是吧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哪一个国家 说是有中国的访民 说是给这个习放生上来一枪 这没有 但是问题是你来一臭鸡蛋 吹他一口吐沫 他也觉得挺伤便的 其实搞得跟耗的过节 人人喊打一样 是吧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其实他也是不愿意的 但是呢 你现在没责 对吧 现在中国的经济就是这么个问题 外向型经济已经完蛋了 组装加工业已经开始萎缩了 制造业早就死亡了 你现在还有什么人拉着动 国内现在两大问题 确实很头痛 第一个跟外汇无关 是中国的这个男女青年的比例 就适婚青年的比例 男的比女的多三千多万 对吧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三千四百万左右 这还不是我说 是吧 十年前凤凰卫视就开始报道了 是吧 深圳青年报跟他联合 搞过一个调查 是吧 我去年说过好几遍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有没有外汇 这帮人他都得找老 是不是 这马上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这么多青年 到了晚上 他一个人闲得没事 他就 你就政府没有侵害他的任何经济权益 那最起码人权 是吧 你侵害他 对吧 因为你政府的政策 导致他现在光棍一条 对吧 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经济的现状 它继续持续下去 哪怕不再恶化 其实中共能够获得的 这个外汇也将越来越少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对美的出口 甚至进口 都已经萎缩了 是吧 这两个指标双下降 那么现在对外出口 有两个地区是增加了 一个是欧洲 是吧 一个是这个东盟 欧洲呢 它的问题在哪呢 就欧洲所有的国家 它也是正在与中国之间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未来的贸易是不是能保持 不谈增加啊 是不是能保持 不确定 这个是不确定的 而且极有可能对欧洲 也会出现进口出口的双位数 那么针对东盟这一块 就更不用谈了 东盟本身它的体量很小 你就是出口量 进口量 你增加都是百分之百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它的盘子太小 它能给你的就是粮食 对不对 你能跟它要的就是农产品 别的你 它什么它也制造不了 对不对 很多国家 你小的国家 连吃口冰棒 你在老窝 你要吃一根冰棒 不是泰国的 就是中国的 它本土是没有的 你听它说24万平方公里 跟这个英国本土一般大 但是它一共就600多万人 是吧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 大一点的这个县 对吧 它就这么多人 它散步在24万平方公里 你想一个江苏省 也就10万平方公里 对不对 它相当于在两个半 江苏省的这个位置上 就我们这样说 齿峰 内蒙的齿峰 就是10万平方公里左右 它是480万人 你就这样想 它就相当于一个齿峰市 那么你的问题就来了 它没有工业 对吧 它唯一能给你的就是 广袤的荒地 所以中国有很多这个 污染企业 其实已经迁徙过去 已经迁徙过去了 有一些 矿产的这个 提念 还有一些是 废旧电脑 废旧金属的 很多高污染的企业 在中国给赶的 没地方呆 就跑到老挝 跑到周边的一些国家 是吧 别的国家我不说 那么老挝 我具体知道一些 其实离首都很近 离首都只有29公里 它有一个工业园区 这个工业园区里 它有很多 高污染企业 那么老挝不知道 它就跟当年的 中国政府一样 即便知道 它为了吸引大量的外资 它现在还没有到 挑挑拣拣的那一步 是吧 所以所谓的 一带一路国家 很多这个国家战略 它不仅仅是去产能 或者说洗钱之类的 你不要单方面的 去研究这个 它其实附带了 很多肮脏的东西 所有光面堂皇的 外交语言 都在掩盖着 事实的真相 无论是中美之间 还是中国与 比它更小的一些 周边国家之间 甚至非洲 都有这些问题 那么中国 这几个问题 你现在解决不了 是吧 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 你解决不了 导致国内 它本身就隐藏了一股 逐渐显现的 不安定因素 那么在国际社会中 随着中美之间的 贸易问题 导致了中国的 创汇能力 越来越差 它不是顺差 理差的问题 它直接是影响到 中共的 获取外汇的人力 那么 你没有源源不断的外汇 就面临着 你对内地 各个省份的管理 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是吧 你没有外汇 你就无法从 国际社会获得资源 对不对 你本国的资源 本来就是这些省生产的 谁创造的资源多 是吧 谁创造的物资多 谁创造的物资少 谁是必须要天天抱着中央的榜子 撒娇 是吧 发点 才能混到资源 混到钱 对不对 各个省其实自己都知道 没有人愿意把本地辛辛苦苦的出产 来无偿的捐助给其他地区 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随着中央政权 获取外汇 从外部世界获得资源 越来越少的这个现象 逐渐体现到这个经济生活中 那么所有的地方都会和中央开始 重新的一致博弈 有一些强势的地方 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即便是军管 这也不是万能 因为军人他也是人 他也生活在经济的这个社会中 所以我们看到 中美之间有没有协议 因为他已经无法改善 中国目前的整个经济体的 下行的这么一个颓势 是吧 只是延缓他 还是加速他 就这么一个东西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它始终是两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个从60年代 是吧 前苏联当年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 提出过和平竞争 和平竞赛 三合一双 那么美方也提出过 要求和平演变 是吧 其实我们看到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 就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实行了多方的博弈 是吧 从这个刚开始的改革开放 是吧 达越南 交通民状 一直到这个六四 有这么一个增压血潮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实现过一次封堵 但是很快就结束了 对吧 到了2000年 又出现了一个加入世贸 加入世贸以后 其实给中国插上了翅膀 对吧 所有以前不太容易交往的 因为你有了一个世界 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入场圈 所以你就如鱼得水了 但是不要把中国曾经的发展 当做是中国强大了 或者中国经济强大了 其实这都不现实 真正的现实是很简单 人家给了你一张门票 你可以进场去玩耍了 那么现在呢 他也可以把你赶出世贸体系 现在还行 现在只是一个世贸过程中的 一个问题 或者说美国单边提出了 依照美国国内法 依照美国的这个贸易法案 他实行了一个301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极有可能要 就罗斯提出的这个单边制裁 他其实就是一个超级301 那么中国一直在长期处于 美方的306监管国家的 这个行列中 所以中国经济未来不会看好 2019年是剧烈变化的 第一年 我们今年看到很多 中国经济的一些表象 他极有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